乾杯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历经了名人得准两位君王 是平成时代的最后一位首相 也是开启令和的第一位首相 为了让日本走出泡沫经济失落的20年 在安倍执政7年8个多月当中 以重振经济为首要目标 日内推出拼经济的三支箭 第一支箭积极的金融政策 大规模量化宽松 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 扩大国家财政支出 第三支箭构造改革的经济政策 促使并开发民间投资 具体政策包括了修改日本银行法 2%通涨目标 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措施 购买并长期持有公共事业国债 调高消费税等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张其林 综合报道 100%同意する